香港修理风波半年以来 影视财经名人 著名武术家险国林 开设自拍视频频道 险师傅讲场 粉丝多达近60万 大获网民好评 他积极谈论时事 其近解独到 情理兼备 一语重地 迅速成为网红人物 险国林幽默地自誉为民间审计数 他的频道 既监察特区政府官员作为 更痛斥黑豹 批评暴徒提出的 所谓光复香港等同于叛国 认为香港人应该提升国民身份认同 频道面试至今五个月 已发布了约50条短片 香港 内地和加拿大的华人网台 都有转载他的节目 我就开始 选师傅讲场 也都托难一出之后 反应越来越好 现在平均 我的所谓网友 是超过60万 国内 香港 新加坡 其实美国 加拿大都很多 我遍布很多地方 所以我都 和他们给我的feedback 反回应都很支持 险国林透露 整个短片制作 只靠他和一个同事完成 片中大部分的拍摄场地 是他公司办公室 他称 每次拍摄视频前 都会构思一个主题 做做功课 比如他最近播发了一条 讨论反对派议员 涉嫌公职人员行为适当的视频 事先他甚至阅读了整一本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室规则 及内务守则 试图在评论的时候 对反对派的抨击有理有据 环环相扣 以法以礼服人 很多人认为我很大的团队的搜索资料 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做 因为我本身又是读会计 又是读法律 我对于资料搜索 都比较熟悉的方法 他们讲的二次规则 我立刻和一位立法局议员 借了两本的东西 大家看看 这两本的东西 我用两个小时 全部看完 然后第二天立刻录片 因为我觉得那条片是很急衰 我立刻马上录 好了录的过程 其实就在这里 set了个机 我一个同事set了个机 我大约10分钟左右就录光 已过儿顺之年的显国凌晨 小时候一家七口人 即在一间房里生活 见证了香港 从一个贫穷不稳定的社会 逐步发展成经济稳定 治安良好的国际化城市 他认为 香港现今出现经济衰退 白夜萧条的状态 黑豹对社会的影响远大于疫情 县师傅认为 香港社会必须拨乱反正 谴责暴力 才能恢复到繁荣的状态 自己会旗帜鲜明的反对违法行为 一直带着这份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走下去 我现在准备出一本书 叫做《退逝中的香港》 如何回复昔日光辉 因为我说了我香港土生道长 我熬了很多年 跟我们一辈子熬得香港很繁荣 但我真的不忍生 看到香港被下一代 无知的下一代 毁灭 渐渐变为一个二线三线四线的城市 我其实是没有想过停 只要有一天 网民或者社会或者政府 重视我这个频道 我会继续讲下去 我会继续讲下去